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高市人武去素食店女厕传罗男露屁股,下坏七碎女童,女童父亲怕有下一个受害者,向警方报案指控罗男公然威胁,但人武分局认为指示性骚扰,令当事人难以接受。 警方调阅影像发现,裸男竟曾在女厕逗留一个多小时,全案侦办中未逮获怪男傅幼队认为裸男有故意让人浏览观赏意图,也有以全裸身体吓人,可以公人猥褻案受理,经通知派出所愿意修改报案三连单记录,并向受害女童的父亲强调,会朝公人猥褻案侦办。 陈姓男子表示,上月27日傍晚带妻女到人武一家素食店,当时发现有男子一直朝妻女看,后来七岁女儿要急上厕所,上完厕所回来后,女儿没有明显异状,但觉得时间比平常久一些,她未多问便返家,回到家后妇女聊天,女儿才哭住说上厕所时,在女厕看见全身赤裸的怪叔叔,陈男不希望, 再有下个被害人,立刻向派出所报案,女童表示女厕有两间,可怕叔叔全身赤裸,站在第一间厕所,不关门,还屁股朝门外转头看她,吓得她插点尿出来,赶快跑到另一间残障厕所,妇女当晚赶向派出所报案, 警方陪同下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,发现怪男竟在女厕内逗留约一小时后才出来,这名男子当天穿浅色衣服,长袖,由于下注大雨,相关特征不是很明显, 家属表示,女儿事后半夜还会做噩梦,希望警方尽快将男子绳之以法,不要再有下个受害者。